高手与普通人的认知差到底差在哪 如果你的面前有一块宽度适中的木板 你把它放在平地上 只要你是个正常人 应该都可以平稳的走过去 那如果现在我把这块木板放到两个悬崖之间 这个木板的硬度是足够可以保证你的安全的 那你觉得你自己可以走过去吗 同样是一块平铺的木板 只是换了个场景 我们就会产生截然不同的认知结果 大家注意一下 场景的转换带来了一个新的因素 它叫恐惧 恐惧是一种情绪 只要情绪一来 理性立马就变成了弟弟 好 那么假设在悬崖的另一端 放上一亿人民币的现金 只要通过你就能拿到 你觉得你能通过这个 在平地上小跑也能安全通过的木板吗 我相信很多人就可以了 你看这个时候 场景又转换了 带入了另一种因素 它叫欲望 欲望一来你之前产生的 自以为理性的认知 又发生了转变 这说明什么呢 我们通常以为的理性的认知结果 实际上是由你的感知判断 加恐惧 加欲望 三者共同作用产生的结果 那再举个思想实验 你会体验的更深刻 给你一个碗 它刚刚装满了粪便 但是呢 已经用非常强力的细节剂 清洗过了 让你一堂喝水 你还会再用它吗 你应该不会 但是为什么猪大肠 你却吃的美滋滋呢 理论上讲 它比那洗过的碗还要脏 但是就是因为它好吃 这叫欲望 欲望一来 所谓的理性立马沉浮 说以上这些是想跟大家分享 一个人的认知结果 是由多因素 共同作用而来 并不是你理性分析的结果 有句话叫 你以为的就是你以为的吗 就是这个意思 那高手跟普通人的认知差 差的不仅仅是一些事实判断 还有在面对恐惧与欲望时 如何去处理 那记得巴菲特的那句话吗 别人贪婪时我恐惧 别人恐惧时我贪婪 没有人贪婪时我贪婪时不松